以色列大规模空袭加萨的哈马斯据点 哈马斯9号发出了威胁 以色列如果在无预警攻击加萨人民 每一次攻击将会处决一名以色列人质 哈马斯宣称他们俘虏超过100名的人质 当中包含了以色列军官 但是更多的是无辜的贫民 还有老弱妇孺 哈马斯7号发动突袭后 以色列对加萨展开大规模暴富性空袭 哈马斯9号要挟 以色列每对加萨人民发动一次无预警攻击 他们就会处决一名人质 还呛下会全程影音播放 哈马斯宣称他们俘虏了超过100名人质 其中包含以色列军官 但更多的是无辜的贫民跟老弱妇孺 阿达尔说他高龄85岁的阿嬷被哈马斯掳走 他很担心断药的情况下 阿嬷的健康会急转直下 哈马斯也抓走了这位妈妈 两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儿 亲友传照片给他时 他第一时间难以置信 你没有信任吗 没有 我的女儿 没有 哈马斯的俘虏内也有不少外国公民 泰国政府表示 开战至今已有十几位泰国公民遇害 至少11人被哈马斯挟持 外媒报道 卡达从7号开始居中斡旋 希望用目前囚禁在以色列狱中的 36名巴勒斯坦妇女跟孩童交换招服的妇幼人质 但目前没有取得进展 无恋者编译